距离中国警方通缉白锁城,魏怀仁,刘正祥等三大家族犯罪集团已有失余天的时间,但相比爽快,交出根基不深的明氏家族,此次以免昂来为首的缅甸军政府的态度,不得不让人玩味,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这里是妙文史,欢迎订阅观看。 熟悉缅北局势的人都知道,三大家族犯罪集团的主要首脑在哪里,应该基本都在老街,且都在缅甸军政府手里控制着,所以说,交人与不交人,全在敏昂来的利益权衡之间。 众所周知,缅北地区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为复杂,最为危险的地区之一,白锁城,魏怀仁,刘正祥等三大家族犯罪集团更是和缅甸军政府关系深度捆绑,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试想下,要是没有军方的背后支持,电炸集团每年如何能够大张旗鼓,从中国骗走数以千亿计,甚至上万亿。 国杆地区的这些家族集团,多年来在当地为非作歹,不仅对中国公民实施了电信网络诈骗,还涉嫌多种其他严重暴力犯罪,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 危害极大,其罪行之深重,严重破坏了法律的权威和社会的安宁。 他们为谋取非法巨额利益,在缅甸国杆自治区建立各类园区,通过招揽,吸引中国籍金主,与其合股,出租,承包等方式,搜罗,诱骗大量人员, 在园区内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等犯罪行为,还涉足非法器官买卖,同时大量购买枪支弹药, 队内实施暴力管控,互炸互赌,采取绑架,诱骗等方式,对不服不从人员实施殴打,故意伤害。 此次面对中国警方的通缉令。 缅甸军政府却意外地撕毁和谈协议,决定支持三大犯罪集团,并和国敢同盟军进行开战,导致缅北局势再次紧张。 可见缅军政府选择在这个问题上,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军政府的行为,极有可能导致国际社会失去耐心,引发整个东南亚局势的动荡。 事实上,中国对东南亚,对缅甸的影响力巨大,如果缅甸军政府仍然一意孤行,对抗到底,那么中国有太多的牌可以打了,是时候该给他们一点苦头尝尝了。 中国警方此次再出重拳,通缉十大头目,展示了不清楚电诈不收兵的决心,表明了中国政府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力度。 对于中国警方来说,缅北诈骗虽远必诛,横行缅北国敢十数年的三大家族及其他电诈犯罪集团的覆灭是注定的,通缉令已发,逃到天涯海角都要抓到,相信这些恶贯满盈的电诈犯罪集团犯罪分子。 距离接受法律制裁的日子已经不会太远,必须彻底铲除这些毒瘤。 不过,对于中国来说,缅甸局势的和平总是比混乱好,事实上,中国一贯坚定支持缅北和平进程,一直未免相关各方对话接触,提供支持和便利。 同时,努力规劝相关各方落实已达成的协议和共识,彼此保持最大的克制,主动缓和局势。 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缅北局势提问,汪文斌表示,我们将继续做缅北指战促谈的工作,共同推动缅北局势软着陆,也希望缅方相关各方尽力维护中缅边境的安全稳定,维护中方在缅项目和人员的安全。 中方在和谈中也向缅甸政府表达了最大的诚意和支持,只要缅甸政府剿灭电诈集团,确保其不再对中国人构成威胁。 中国也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缅甸政府。 目前,国敢同盟军占领清水河等多个据点后,包围了四大家族控制的国敢老街,换句话说,留给敏昂来当局的时间不多了,三大家族犯罪集团到底认真不认真交,不认真的话,各大武装就会看到机会狠狠打击敏昂来,如此打下去,敏昂来当局早晚被打崩。 如果军政府聪明的话,应该赶紧把剩下的三大家族打包送达中国,否则,不仅果敢要彻底没了,甚至后面还有更大的雷药爆,事实上四面受敌的缅甸军政府。 未来走势将很不明朗,可谓是风雨飘摇,不管最终结局如何,如果缅甸军政府还不好好反思自己,不做重大战略调整,那么敏昂来当局倒台只是时间问题,而且不会太久。 显然,留给缅北三大家族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前国赶委政府官员白英能带着家眷以逃往蜡树,在缅军的迎接下显得春风拂面。 白索成被通缉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极具争议的言论,声称自己不会像明学昌一样选择自杀,并自称是军人,他甚至咆哮着要和老街共存亡,并表示绝不会让同盟军轻易抓到他。 此外,他还责怪起自己儿子白英仓,要求其在某手短视频平台高调示威,而在某手疑似白英仓的账号上,对通缉事件也是口无遮拦,白索成甚至因为发布照片为美观而愤怒不已。 此次事件背后的复杂性不言而喻,白索成言行的背后透露出他的自信与傲慢,以及对法律和社会规范的蔑视,他的言论也暴露了一些刺客心态,企图以此逃避处罚,并继续挑衅社会秩序。 白索成事件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通缉案件,更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社会心理案例,希望警方能够迅速找到他并依法审判,同时,也需要借此机会深入探讨人类犯罪行为背后的心理和社会根源。 不知道白索成是否已经出逃,但是白索成原来一直说死守老街,但是到如今他求生欲极强,也想学习彭家生当年退守深山东山再起。 所以,白索成一边放出烟雾弹说要固守待员,和果敢同盟军死战到底,一边又伺机逃离老街,然而人家果敢同盟军根本就不上当,同盟军很勇猛,肩扛火箭筒向打击建筑目标发射。 瞬间摧毁锁定目标,老街的商贸大楼被炸毁,已经残破不堪。 由此可见,同盟军开始围剿老街的残敌,白索成的处境愈发岌岌可危,不投降的话,唯一的出路就是死亡。 不知道白索成能否醒悟,让我们拭目以待,但无论他怎么扑腾,他的颓势不可逆转,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缅北冲突已接近胜利了。 缅甸的动荡局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当局声称, 这场冲突由一个名为三兄弟联盟军的组织引发,他们的目标是推翻缅甸的军政府。 这场冲突在一个月前由打击电信诈骗的行动逐渐升级为内战,严重威胁到该地区的稳定。 中国作为缅甸的重要邻国,一直积极地参与斡旋和解决该地区的冲突, 中方通过派遣公安部长赴缅甸开展边境警务合作, 以及举行军事演习等方式来展示自己对缅甸局势的重视,以及保护自身利益的决心。 此外,中国还斡旋双方进行会谈,努力推动政治解决。 然而,根据最新消息,三兄弟联盟军在与军政府的谈判中违背了之前对中方的承诺。 声称不打赢就不罢休,这意味着他们不愿意就双方冲突和平解决进行妥协, 给解决缅甸内战带来了巨大挑战。 此次会谈只持续了短短十分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让人对缅甸的前景感到忧虑。 中国在缅甸冲突中的斡旋和努力是不可忽视的。 首先,中国的介入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即中国高度重视缅北冲突,对其后果和地区稳定的重要性有清晰的认识。 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派遣高级官员,展示军事实力, 并通过场外斡旋来推动双方谈判,以期实现和平解决。 其次,中国在缅甸冲突中的斡旋是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维护和保护, 中国与缅甸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 特别是在贸易和能源领域,缅北冲突的升级威胁到了中缅边境地区的安全, 也暴露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和安全的脆弱性。 因此,中方积极地参与并斡旋双方会谈,以维护自身在该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此外,中国的努力也得到了双方的认可, 军政府和三兄弟联盟军之间的对话是在中国的斡旋下进行的, 这彰显了中国在解决缅北冲突中的重要角色和地位。 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使得双方愿意给中国面子, 并同意与中国进行会谈。 这为中国在解决缅甸内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打下了基础,做出贡献。 对此,你怎么看?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这里是妙文史,订阅我,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